2020年一时 一场空前的疫情突然爆发 并席卷全球 除了危及人们的健康与生命 它所带来的影响 也开始深刻波及全球政治 经济 社会 各个领域 面对这只突然降临的黑天鹅 我们的生活被完全打断了 面对人生中的动力与无常 如何获得内心的宁静 在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大家留下了非常多 深刻印象的画面 我印象当中有一个画面很深刻 就是教皇一个人在这个广场上 然后面对底下的这个受众 往常这个图像呢 基本上就是乌央乌央的人群 很多人 现在看还没有我们现场的观众多 这个画面其实很有意思 它具备着一个历史性的意义 当然这种空荡荡的场面 我们确实很少预见 疫情带给我们很多 原来根本不熟悉的画面 其中还有一些很温暖的画面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们在互相游记包裹 然后给大家寄去口罩 继续防疫用品的时候 包裹上会写很多字 其中有一幅字呢 是这样 叫同气廉知 珍重戴春风 这个珍重戴春风呢 我曾经讲过一本书 叫做中国文化的精神 这本书里边曾经提到过说 中国古人有一个九九萧寒帖 就是大概在冬至的这一天 家里边的人就会给孩子们 准备一副字帖 这个字帖叫做 亭前垂柳 珍重戴春风 然后这个小孩子 从这一天开始 每天早上拿着这个苗红 画一笔 每天只画一笔 然后等到九九八十一天以后 这几个字就全部被写完了 这时候春天就会来临 所以我们的古人生活的是 非常有韵味 有味道的 这是中国文化的美好之处 这一次在疫情当中 我们能够看到说 古文所酝酿的这些力量 能够带给我们足够强烈的安慰 当然更多的是压力 所有的人在这种疫情当中 最容易产生恐慌的原因 是来自于无知 就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我也不知道它会有多大的冲击 我应对这一切的办法 就是赶紧去读书 我要在书中找到很多答案 有一本书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叫《黑天鹅》 黑天鹅的作者叫塔勒布 他说 所有声称能够预测 走势的专家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因为未来难以预知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看到桌面上有一块冰 然后现在我让你想象 这个冰逐渐地融化 变成了一滩水的样子 请问可不可以想象 应该可以想象 对吧 但是假如我们反过来 你现在看到桌上有一滩水 我希望你能够想象 这滩水是由什么样形状的冰块化成的 请问你能不能够想象 没法想象 对吗 这个叫做逆向过程 逆向过程难以还原 因为这中间损失的信息极多 那个冰块可以是任何一个形状 最后化成那么一滩水 所有黑天鹅事件之所以 能够一次一次地侵袭人类社会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黑天鹅事件完全不可预测 医生们 生物学家 科学家们 一定是做了特别多 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工作 使得我们人类已经避免了 特别多大型的流行病 避免了特别多大型的疾病 但问题是 我们只会重视那个已经爆发的事件 所以黑天鹅事件会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地出发 而且频率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高 原因是因为这个世界有两种 一种叫平均斯坦 一种叫做极端斯坦 就是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是平均分布的 比如说我们的体重 身高 寿命 对吧 平均分布 这个屋子里边 假如现在进来一个全世界最重最重的人 有没有可能整体拉升我们的体重 一斤 很难吧 对吧 但是假如这个房间里面进来一个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平均收入拉高一滴 太容易了 对吧 这太简单了 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 不是平均分布的 而是极端分布的 而随着移动互联网 随着信息的交互变得越来越快 随着每一个个人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 这个世界越来越趋近于更多的极端斯坦 就好像我们过去说 卖货这件事情是平均斯坦 就是你的柜台 每天有多少人流量 你能卖多少货 这个很正常 它一定是一个平均分布的东西 但是今天你会发现不需要柜台 一个人坐在直播间 一晚上能卖好几个亿 超过一个大商场 越来越趋近于极端斯坦 当这个极端斯坦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 你就会发现 黑天鹅事件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所以当你读了书 了解了这些东西以后 你才能够知道 作为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世界上 究竟应该怎么样 更加良好的生活 虽然我们没法读完这本书 就把口罩摘掉 说我百读不清了 这个可能做不到 但是你至少知道了 黑天鹅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黑天鹅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那么我们作为人类应该怎么办呢 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 我们不要指望自己能够预测 黑天鹅事件 我们所要指望的是 我们能够提高自己的反脆弱能力 什么叫反脆弱能力 就是我虽然知道 黑天鹅事件一定会发生 但是我要保证我自己 在黑天鹅事件发生了以后 我能够受益 而不是变得更糟糕 这就叫做反脆弱性 大家听到反脆弱性 会觉得很声色 如果你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你就会知道 中国真正反脆弱 做得最好的一个人 就是孔子 孔子整天担心 黑天鹅事件发生 所以他的言论当中 经常会讨论 帮有道 帮无道 就是国家好 还是国家不好 你会发现孔夫子 给自己的人生所做的配置 就叫做杠灵式配置 什么叫杠灵式配置呢 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卷而怀之可也 就是国家如果好 好了 我可以出来当官 我做大司寇 我努力地为鲁国多做点事 帮有道则是 帮无道 国家混乱 我们说了 做这些事也没法起到太大的作用 怎么办呢 卷而怀之可也 我回家教书 我成为一个教书将 所以最后你会发现 孔夫子最受益的地方 并不是来自于他做大司寇 不是来自于他做中都仔 对吧 那样他充其量 只是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官员 官员太多了 但是孔夫子最受益的是帮无道 当黑天鹅事件发生以后 他卷而怀之 成为了万事事表 所以孔子给我们每一个年轻人 所提示的人生的准则 叫做君子不弃 就是要反脆弱 什么叫君子不弃 就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东西 你想想看 假如你是一个东西 你认为我是一个会计 我就负责算账 所有除了会计这件事以外的 其他的事情你不要跟我讲 跟我讲也没用 我不关心 我就关心算账这么一件事 好了 你变成了一个会算账的机器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黑天鹅事件未必都是像 这个新冠病毒这样来势汹汹的事情 很多黑天鹅事件是好事情 你比如说 有人发明了一个人工智能的记账工具 当人们发明一个人工智能的记账工具的时候 对于那些每天只知道算账的人来讲 就是黑天鹅事件爆发 就是当你理解了黑天鹅以后 你就知道反脆弱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反脆弱是针对黑天鹅的药方 他告诉我们说 你永远要想办法把自己置于一个 风险和收益不对等的事件 你就能够理解说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人生提高反脆弱性 才能够度过一次又一次黑天鹅事件的冲击 这一次的新冠并不是最后一次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黑天鹅事件不断地到来 但是我们得知道 我们要能够从不确定当中获益 所以我整天劝大家读书 读书到底有什么用 少走弯路 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不觉得说 读书能够真的给我带来改变吗 所以我今天来这儿 因为对白是一个跟年轻人交流 心得经验的这么一个场所 我就特别希望掏心掏肺地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我每天那么苦口婆心地劝大量的人读书 先从我的青少年时期讲起 我觉得在青年时期 每一个人可能都差不多 因为我过去就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读书的人 我小时候我爸妈 我爸爸尤其是不让我读书 我们家只要看这个儿童文学啊 少年文艺啊 算禁书 他就给我没收 不让我读 我爸爸认为说只有数理化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其实没有养成过良好的读书习惯 所以一路跟着大家 小生初 初中考高中 高中考大学 然后读了一个理工科的学校 我觉得年轻人都差不多 充满着痛苦 充满着焦虑 充满着对不确定性的怀疑 然后每天执着于说 我是到底考研呢 还是找工作呢 我是出国呢 还是留下来 对吧 我该谈恋爱呢 还是不谈恋爱呢 什么事都会让你产生纠结 所以那个时候天天生活得很焦虑很痛苦 直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发生了改变呢 就是我有一次把论语拿出来读 就是我整天听到别人都讲论语 自己一句都说不上来 我觉得有点丢脸 后来我想想看 把论语拿出来读读吧 结果论语翻开一读 有一句话就击中了我 那句话是 君子幽道不幽贫 君子谋道不谋实 这两句话 我把它始终作为我的微博签名档 就放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在中央电视台 每天晚上我要在台里边 吃完晚饭我才回家 这样的话可以多吃一份盒饭 然后如果台里边有剩的盒饭 我还带一份回去带给我女朋友 实习期间每天 每个月只有1000块钱的工资 坐公交车都想逃票 你就想知道那个有多穷 每天很焦虑 就觉得什么时候才能有钱 什么时候才能像别人一样有房子 北京走在街头 看到万家灯火 那么多亮着的窗子 我觉得竟然没有一扇窗子属于我 太生气了 所以每天处在这种彷徨和焦虑之中 后来转正有了点收入 那时候房价比较低 首付买了一个房子 就被房贷车贷压垮 就是你一算这个账 只要我这个节目今天停播 我这房贷就还不上 房贷还不上意味着什么 银行要收房子 你要很失败地离开北京 对吧 不能接受 所以每天内心非常焦虑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吧 都有这种感受 经济的压力带来的压迫感 后来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君子忧道不忧贫 君子谋道不谋实 这句话突然给了我特别强大的力量 就是他一下子让我觉得说 孔子那个时代的生活 恐怕比我压力更大吧 他们还有性命之忧啊 对吧 他们每天颠沛流离 但是他心中所想的是天下 所以孔夫子讲 说一个人叫 达则奸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你看 每一句话都给你的内心注入了特别强大的力量 这个让我能够淡定地 不去过多地考虑收入问题 而去认真地做节目 认真地想怎么样把节目一期一期地能够做到更好 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各位 所以当你的内心能够发生改变 你才会发现说 这个世界在你眼中的映射是真实的 而不是虚假的 认知心理学有一个ABC原理 A 事件发生 B 你对这件事的看法 C 你心中的压力状况 我们每一个人想要降低我们内心的压力状况 所用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我不断地改变A 我让我自己变得有钱 我让我的孩子成绩变得更好 我让我老公对我更好 你看想尽一切办法去改变这个A 但你会发现 叫摁下葫芦起了瓢 你把这件事摁下去了 那边都冒出来 那件事摁下去这边都冒出来 到最后你会发现 人生到最后一定要面对的痛苦 我们今天还都没有见过呢 生离死别 生老病死 你要跟你最爱的人分开 然后你自己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每天担心的不是还房贷的问题 而是该不该去医院做透析的问题 能不能够坐着轮椅 自己出门行动的问题 这时候你发现你的A 只会变得越来越糟 而你怎么才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C呢 能够有一个良好的内心状态呢 正确的做法只有改变B 就是改变你的认知水平 你看待问题的方式发生了改变 A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我们可以改变A 但是A不是唯一的路径 后来我创业了 我学别人一块创业 我们当时做了一本杂志 当年我用非常快的速度 就搞垮了一本杂志 那本杂志叫做管理学家 我现在回忆起来 我会觉得我在做管理学家的时候 完全不懂得什么叫做管理 虽然我硕士是读的管理学的专业 但是你们知道 管理学的硕士主要学的都是数学 都是那些决策术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 完全在工作岗位当中用不上 怎么跟员工谈话 不知道 怎么不止工作 不知道 怎么激励员工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就是凭着一股热情 所以我最后总结 我说最快地搞垮一家公司的方法 就是无知的勤奋 我那时候为了把这个杂志做好 我跟着发行人员去跑每一个报摊 我觉得这样够勤奋吧 总经理亲自去跑各种报摊 然后我去谈每一个客户 我跟每一个广告客户进行深入的这个攀谈 希望对方能够在我们这儿投广告 哇 折腾来折腾去 把投资认签花光 然后最后这个杂志倒闭了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杂志倒闭了以后 我才有机会开始静下心来 学习什么叫做领导力 大家知道我写过一本书 叫做可复制的领导力 原来领导力并不是摸索出来的 领导力更不是天生带来的 领导力是一系列的工具 领导力就是你怎么跟员工说话 怎么给他布置工作 怎么表扬他 怎么批评他 怎么跟他开会 怎么给他授权 甚至怎么跟他一起创新 怎么带领他们变革 全都有工具 有步骤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你只需要按照这些步骤 这么做下来 好了 这个领导力的水平就能够达到八十分 所以你们知道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读书了吗 就是当你读完这个书以后 你会惊出一身冷汗 你发现你之前是在裸奔 你之前是凭着一股热情 凭着勤奋 凭着自己想当然 觉得我的脑子不会太笨吧 就去做事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带着我的一个 雇佣来的市场总监 跑去跟别人谈广告的事 谈完以后 从清华大学那边吃饭出来 我那个市场总监走到路边 就突然不高兴了 一个女孩子特别不高兴 跟我讲 说樊总 我决定辞职 我说为什么 我说咱们刚谈得不挺好的吗 为什么辞职呢 他说我觉得你聘我来 一点用都没有 全是你在谈 你要我干嘛 我觉得我起不到任何作用 所以我辞职 后来我们俩不欢而散 但是后来在我读了 领导力的书以后 在我开始讲领导力的课以后 我学会的第一条规则 竟然是 什么叫管理者 知道吗各位 管理者是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的人 就是当你能够学会说 管理者是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的人 这句话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最重要的责任是让他产生自豪感 让他产生责任心 让他觉得这份工作有意义 否则的话你的活干不完 不理解 所以就这样把一本杂志搞糟掉了 后来在我重新做梵灯读书的时候 我就预先做了很多的功课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按照商业计划书一步一步的做 一直做到等待第二次融资的时候 这就是大量的创业项目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你首先要学会用最少最少的钱 去验证价值假设 什么叫价值假设 就是你所做的这个东西 有没有人愿意花钱买 这叫价值假设 然后接下来如果价值假设得到了验证 你所要做的事是验证它的增长假设 增长假设就是它能不能够以一个低的编辑成本的方式 快速的增长 当你把这两件事验证清楚以后 你再投入更多的资源 投入更多的钱 把它加速做起来 仅此而已 所以像我们第二次创业 完全没有做杂志的时候的那种焦虑感 我们创始就在我家 员工就是我和我儿子 然后每天给别人直播讲书 有微信群拉一个群 拿手机摁着讲一分钟松开 讲一分钟松开 一分钱都不用花 只要家里WiFi足够就行 然后这一个群讲满了 500人一人交300块钱 然后大家说我的朋友能不能听 我说没关系 发红包就可以 再买一个手机 两个手机摁着讲 1000个人 第一桶金30万 就这样 然后就开始做APP 做公众号 一直做到今天 我们有将近4000万的用户 这就是当你读了书以后 你知道这些工具和方法到底是什么 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就好了 我在我们公司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要告诉我 你提这个建议的理论支撑是什么 在哪儿有过这个原理 或者哪个地方哪怕有一个案例 你要讲出来告诉我 最好是哪本书上来的 后来很多人就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说你这是不是书呆子呀 所以你看我们过去都听说过叫 尽信书不如无书 对吗 你这不书呆子吗 书上讲的都对吗 我说书上讲的呢 确实未必都对 但是总比你自己瞎琢磨的强 而我们很多人就喜欢自己瞎琢磨 我们琢磨完了以后就去做 导致的结果是你交了大笔的学费 然后还带来了很多的痛苦 甚至很多人卖房创业 对吧 不用 核心是你要知道 从书上学来的这些东西是有效的 找到靠谱的好书 就一定能够帮到你 我还听过很多人跟我讲 说樊老师 纸上读来终绝浅 对吧 我们还是应该这件事 叫自己去攻行 对吧 要努力地做 我就问他 我说纸上读来终绝浅这句话 有什么道理呢 它道理在哪呢 大家答不上来 说纸上读来终绝浅这句话 听起来很有道理啊 那为什么听起来很有道理呢 原因不知道 我告诉大家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它押韵 人的大脑就这么容易被欺骗 人们就相信容易押韵的东西 这个来自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丹尼尔卡尼曼的研究 他说人的大脑很容易被押韵的东西影响 所以只要你说押韵的东西 它就相信 那纸上读来终绝浅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做 他说我觉得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你看又是一个押韵的话 那我就问他 我说那你阅人无数你见过谁啊 你见过孔子吗 没见过 老子你见过 也没有 释迦莫尼你见过吗 没有 拿破仑见过吗 没有 苏格拉尼你见过吗 没有 你能见到的是什么人 你能见到都是跟你差不多的人 每天在你身边差不多的人 恐怕连马云这样的人都难见到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导致的结果是 你被你周围的那些人困住 你跟你周围的人的认知水平差不多 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话 你也说了什么样的话 尤其是现在有了移动互联网以后 这一点所有的年轻朋友一定要小心谨慎 为什么 你看 微信也好 微博也好 你都可以自主选择你的关注对象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 你不喜欢的人你可以拉黑 不喜欢的人可以拉黑 导致的结果就是 你的朋友圈将变得越来越干净 你和你认知趋同的人待在一个地方 产生回音币效应 就是你觉得这就是真实的世界 所以你只喜欢跟那些认同你的人 在一起打交道 你的认知被局限在一个 越来越狭小的空间之内 所有不读书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认为 痛苦是理所应当的 愤怒是理所应当的 纠结是理所应当的 没有那么多理所应当 凡是你痛苦 纠结 愤怒过的事情 前人一定都经历过 而且他们都做出过研究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学派 拿来看一下 你就立刻能够减少大量的 愤怒痛苦和纠结 管教孩子 大家现在都认为我是个育儿专家 其实育儿只是我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小部分 读书在我生活当中解决所有的问题 包括育儿 我原来在年轻的时候养过一条狗 养得很失败 失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这个狗不会去侧子撒尿 我就老揍它 因为有个大叔教我的 说你只要揍它就好了 我就揍了半天 发现这个狗根本教不会 它的办法是见到我来 它就跑 它躲在床底下不出来 然后撒完尿以后就赶紧跑 就这样 你永远教不会它去侧子撒尿 后来没办法 我们把这个狗送人了 送给一个有院子的家里边的人 我觉得很失败 你养一个狗你都养不了 你将来养孩子怎么办 万一你有一个孩子不听话 养到三岁你把他送人 对吗 不可能啊 很焦虑 后来有一天我做这个节目 那时候我做国际双行线 然后采访北京市警犬大队的训犬员 都是这个训警犬的 我就赶紧问他们 我说怎么能够教会这个狗 去厕所撒尿 这个训犬员特别有意思 跟我讲 说这很简单 这是我们入门第一课 怎么做呢 说你要经常带它往厕所走 让它熟悉这条路线 然后当它有一次 在这个厕所撒尿的时候 因为狗总会做对的事 它不会永远做错的事 偶尔有一次做了对的事 在厕所撒尿的时候 你要用狗能听得懂的语言 来表扬它 什么是狗能听得懂的语言呢 不是叫啊 你只需要蹲下来抚摸它 然后轻柔细语地跟它讲话 狗可以听懂人的语气 狗听不懂人的话 能听懂人的语气 很乖哦 很好很棒 它说聪明的狗一次 笨的狗三次 有尿憋着都要去厕所上 很快就学会了 所以这件事情 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是让我觉得 哇 原来这件事情有工具啊 原来在我们看来 这么困难的一件事 搞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这么一件事 在别人看来 早就研究出来了 于是 在我老婆怀孕 准备生孩子的时候 我把能够找到的 亲子类的书 全都买回家 我想知道的是 你有没有为你的孩子 自己去读几本书 大量的父母没有 大量的父母见到我 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樊老师 有没有什么书 可以推荐给我的孩子 就大家都希望改变别人 还记得我前面讲的ABC吗 大家都希望改变他人 都希望别人读书 希望别人改变 但实际上 真正最应该改变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只要读了书 你会发现 哇 太愉快了 太愉快了 这一点是我最值得炫耀 也是我最喜欢炫耀的地方 各位你知道吗 我儿子今年12岁 我从他生下来到现在 没有跟他大声说过一次话 不需要 就是永远开开心心 永远高高兴兴 那你说这样 会不会对孩子溺爱 这个孩子叛逆得不得了 不会 孩子跟你特别亲热 而且孩子有规矩 喜欢学习 每天掌控好自己的时间 我们家可以把手机 随便给到孩子 他会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考试成绩一考下来 都是前三名 就这样 你说气人不 所以 我经常跟很多的父母讲 我说 如果你在管教孩子这件事情上 感受到了痛苦 压力 觉得很难 没别的原因 一定是因为方法错了 就这么绝对 这句话 这句话不是我一个人讲的 这是我有一次跟正面管教的 那个创始人 我们俩一块演讲 老太太到中国来 我们一块演讲 然后 他跟我竟然说了同样的一句话 就是 如果你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觉得特别费劲 一定是因为方法错 我后来把它延伸成 如果你做别的事情 包括创业 包括打工 包括去做一些科学研究 如果你觉得特别的费劲 一定是因为方法错 你看我小时候 跟别人勤工俭学 学修自行车 要把那个车胎 从那个车轮胎里边扒出来 哇 好难哪 经常把手搞破 都扒不出来 但是教我们的那个师傅 你会发现 人家就 见过吗 特别轻松 一划 车胎就出来了 所以 会者不难 那你说 我们为什么要勤奋 勤奋是干嘛 勤奋是努力地学习 和寻找正确的方法 就是当我们读书 实践 努力地寻找正确的方法 寻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以后 你会发现 美妙 带孩子很美妙 创业很美妙 这件事根本就不是一个 需要我们焦虑的事情 在最近这几年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 来自于复杂体系 就是 无论养孩子也好 做一家企业也好 其实都是一个复杂体系 但是我们从小到大 读书所学到的东西 几乎都是简单体系 我们的导演告诉我说 他希望用这张图 来表明什么叫做复杂体系 这正好证明了 我们的导演不明白 什么叫复杂体系 这张图上所展现的 都是简单体系 就是 是这个世界上所有 因果关系很明确的东西 因果关系可追溯 很明确 能计算 这种东西叫做简单体系 比如说这些函数啊 对吧 这些东西画一张图啊 你造一辆汽车 造一辆汽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只要哪个零件坏了 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故障 这个我们是很清楚的 但是你造一个孩子的时候 你要把一个孩子 从小到大培养起来 或者把一个公司 从无到有 做起来的时候 请问你能够告诉我是 哪个零件坏了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